大家好 我是陈岳 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美国即将下台的川普总统 主要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不断的全力以赴的给拜登挖坑 在中东把伊朗这个火药桶给捅破 那么在亚洲不断的撩拨台湾挑动两岸议题 对于拜登心心念念的跨大西洋伙伴 欧盟的这些盟友们 那么既然是拜登上台之后的外交政策的重点 川普呢心想那简单就继续挖坑 那么就在中欧投资这个协定谈判完成之际呢 美国突然对欧盟的盟友下手 那么宣布呢对德国和法国加征关税 那么还有三周不到的时间 川普就要下台了 我们都知道建立一个信任的这个关系啊 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要想要破坏一个信任的关系 那就简单的多 就使劲的往痛处打就完了 那么反正川普的支持者呢 就是美国优先 美国第一 管他什么门友不门友的 对吧 川普只要使劲打 那么就能够成为美国人民心目中最景仰的男人 那么这可不是我胡说八道 是盖洛普最新的关于美国人的这个一个民调的结果 那么这个呢我们今天不展开 我们呢还是重点放在美欧贸易战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来看看美国加征欧盟关税的事情 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华尔顿这个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之间的航空补贴争端呢 持续之际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当地时间的12月30日表示 美国方面正在提高某些来自欧盟产品的关税 那么产品包括法国和德国的飞机制造相关零件 以及呢葡萄酒的产品 那么报道称呢 美国方面站位说明加征的关税什么时候会生效 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正在呢这个 包括像这个和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 对一些像这个非气泡的葡萄酒呀 还有一些这个白蓝地呀等等 那么非常明确非常具体的一些产品呢 在进行一个这个加征关税清单的这样一个事 这个这个事情 那么路透社还提到呢 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 还没有说明加征的关税什么时候开始生效 但是指出了这个即将公布更多的细节 看起来呢美欧的贸易争端呢 是这个后续呢不会太平静 那么报道称路透社的记者 无法立即联系到欧盟代表就此事呢进行制评 那么美国和欧盟的航空补贴争端呢 它开始于2004年 那么世界贸易组织呢 已经在先后对这件事情做了裁定 美国和欧盟呢都存在对各自航空企业提供非法补贴的问题 2019年的10月份呢 世贸组织授权美国每年对大概啊 这个75亿美元的欧盟输美商品和服务采取加征关税等报复措施 那么2020年的10月份呢 世贸组织正式的授权欧盟 每年对不超过39.9亿美元来自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加征关税 其实我们传统上呢 看到这些信息呢 都觉得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吃惊 特别很多的平时不太关注这方面内容的老百姓来说 因为呢我们很多时候从这个传统上的认为呢 都觉得美国和欧盟之间呢 他们是没有关系对吧 那么在全球的各项议题当中 总觉得他们会互帮互助会协调一致 那么特别呢很多中国的朋友可能会担心 这个美国你是否会为了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而联合欧盟一起来针对中国 对吧 那其实我想呢在这一点上 很多朋友呢可能并不清楚 那就是欧盟和美国之间呢 是存在着众多的利益争执 上述美国针对欧盟的关税制裁 只是一个最新的发展 那么就在不久之前 欧盟对大概39.9%亿美元的美国这个输 欧盟的商品和服务呢 也正式的加征了加征了关税 其中呢对飞机和零件 这个征收15% 那么对于烟草呀 坚果呀还有这个烈酒 还有摩托车零件等产品征收25%的关税 那么近期呢欧美围绕着航空业的补贴啊 包括呢向欧洲这个试图去征收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等等可以说是冲突不断 那么双方的贸易争端呢也是难解难分 在去年的10月起呢 美国对于欧盟输送到美国的农产品工业品啊服务等等屡次加征关税 那么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呢 一些欧美企业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 那么这一次加征关税呢 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么以航空业为例 今年的这个去年的第三季度 那么空客公司销售额呢 为100这个112.13亿欧元 那么同比下降27% 而波音公司的商用飞机出货量仅仅为前一年的同期的一半 那么维护啊等服务收入呢 也下降了大概两成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欧盟对美国商品和服务加征关税 以及美国对欧盟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啊等等吧 其实都是因为所谓的违规补贴航空公司而起 那么欧盟与美国的航空业补贴之争呢 就前面有提到对吧 2004年开始 那么既然有这个争执 那大家呢 那个时候呢还比较 怎么说美国还没有那么的流氓 对吧 美国现在大家都知道 它是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 它的法官啊 美国呢都不派人去 导致呢 世界贸易组织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裁定的法庭呢 是现在是没有人 那没有人的话呢 就无法裁定 无法裁定呢 那你世贸组织呢 就形同虚设啊 基本上呢 就就就就只是一个空壳子的那里啊 没有实际的运作 那当时呢 这个欧美之间呢 还以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啊 大家你告我 我告你 告到了世贸组织去 那么呢 于是呢 这个世贸组织就裁定啊 你这个美国欧盟呢 狗咬狗意都是一嘴毛 对吧 反正呢 你们两双方呢 对各自的这个航空业补贴都有补贴啊 所以呢 你们就相互呢 这个关税呢 就都允许啊 你们对彼此之间的来加征关税 所以我们看到 当时实际上 美国随即就对欧盟进口的啊 商品啊 包括呢 这个飞机的零部件 增收增加10%的关税 对什么橙子呀 奶奶酪呀 什么橄榄油啊 还有一些酒啊 加征25%的关税啊 那是比较多 那在2020年的3月份呢 美国这个将从欧盟进口的 这个飞机和零部件的 申收的税率呢 上调到15% 那在10月份的时候呢 数帽组织呢 就正式的授权欧盟 你也罚他 你也收他的关税 所以两边的关税呢 就这个这个大了 这个规模上来讲呢 和中美之间的啊 关税呢 动不动就上千亿 几百亿美元啊 甚至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关税呢 那个量级呢 还不是一个量级 但是就形式上而言呢 对某一个特定的行业啊 或者说某一些 做葡萄酒的呀 做什么飞机零部件的呀 那么其实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打击啊 我们看到了苏格兰威士忌 对吧 那么协会就表示呢 美国方面加征的 25%的关税呢 已经导致收送到美国的产品呢 是锐减了32% 也造成了3.6亿英镑的损失 其实这个额度呢 对这家公司而言呢 是蛮大的 那么美国的蒸馏酒理事会主席啊 斯旺格呢 也表示欧盟的对美国的增收的关税呢 也致也是呢 已经让受到疫情打击的美国烈酒行业 面临的新的冲击 德国美国商会的会长啊 施帕托拉里认为呢 双方应该摆脱目前这种以牙还牙的局面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 阿尔特梅尔表示希望呢 空客和波音的诉讼案当中呢 能够找到一个友好的解决方案 欧盟委员会的这个啊 一些官员吧 那么也表示欧盟将继续为谈判 这个创造空间 如果美国停止或撤销 对欧盟的惩罚性关税 那么欧盟呢 也将随时终止或者是撤销啊 相应的对等的惩罚措施 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争端之际呢 那么中国和欧盟之间所达成的啊 中欧投资协定也显得格外的重要 那么如果要说这里面到底是谁来促成了 中欧之间的这个投资贸易 投资这个投资协定 恐怕呢不得不说 特朗普先生呢是鞠躬之危 那么成为幕后的一个大推手 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的最后的时刻呢 中欧终于就投资协定达成共识 特别是在华盛顿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 那么中欧及时避开了美国完成谈判 其中的意涵值得玩味 那么有意思的是 推动中欧果断达成协议的人呢 正是目前人处在白宫的这个特朗普总统 为什么说特朗普是中欧投资协定完成谈判的最大的推手呢 首先从中国方面来说啊 这个过去的一两年 特朗普所发动的中美贸易战 中美科技战 确实呢给中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大国 但是在高端科技和制造方面 中国仍然有不足和短板 特朗普对于中国的全面打压 让中国真实感受到了自身的不足 所以开始就加强 与这些技术先进的欧盟之间的联系 那么美国之外呢 技术最先进的当然就是欧盟啊 还有日韩 对吧 那么加强与欧盟的经济联系 对中国自身的科技发展显然是十分有利的 另外呢 从战略层面来看呢 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进行所谓的新冷战 也逼迫中国不得不在世界寻求更多的伙伴和朋友 就是以前老说的一句话 对吧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那么你日子呢 就相对好混一些 而欧盟呢 是中美之外的全球最具实力的政治经济体 对世界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影响 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考虑呢 那么北京方面自然需要在此时此刻 对吧 处理好与欧盟的关系 那中欧关系保持稳健发展的态势 也有利于中国对抗美国的这种非理性的打压 而且是全方位的从贸易到科技 对吧 那么特朗普的疯狂 让中国基本上放弃了对美国这个未来对华友好的这个幻想 北京方面呢 也深深的明白 中国必须为未来可能的中美对抗要做好更多的准备 虽然理性的这个拜登赢得了美国的大选 即将呢入主白宫 但是呢 他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 虽然对中国这个进行疯狂的打压 但是拜登呢 是希望联合盟友来应对这个中国 他有过这样的表态 那么这一点呢 也不会让北京放松 对于美国的警惕 在中美对抗的态势之下呢 欧盟是中美共同的拉拢的目标 那么从欧盟方面来说 特朗普过去四年对于欧盟的这个冷漠 伤害啊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又开始呢 打起了啊 当然我说叫这个美欧之间的贸易战 也许呢 这个用词是比较的极端 甚至扩着说呢还没有到达贸易战这个规模 对吧 因为几十亿几十亿这个美金的额度 那么和中美之间 我刚才说过了啊 这个规模不是一个一个层次的 但是这群嘛 这个趋势是彼此之间的相互的伤害啊 相互的加贸易战 因为毕竟他们本来是 大家的这个一般性的认识里面 都是他们是门有关系 对吧 一般这点小钱 对吧 还搞什么搞 但是呢 哎 不行 这个一点点的利益也要争取啊 在国际贸易啊 为了自己的各自的国家 各自的行业啊 去这个你 你这个国家就是要为自己的国民利益 国家利益 对吧 行业利益去啊 去争取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美欧之间啊 在这个贸易上的争端呢 那可也不 可是呢 也不少啊 那么这些这些方面呢 已经让欧盟呢 就下定决心 要走自己的路 其实啊 坦白说 我们就是说中欧投资 这个协定啊 即便是 对吧 现在我们谈成了 包括未来 中欧之间会有很多合作 包括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就极端气候 包括在这个伊朗核协议 包括在这个倡导啊 世界的多极化啊 多极世界等等方面 中欧之间有广泛的共识啊 但是即便如此 坦白说 你如果认为欧盟的话 就好像站队站到中国这边了 也是不存在的啊 没有这回事啊 对吧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且呢 他只是在这一点上 跟中国之间寻找到了共同利益 所以呢 在这件事情上面啊 彼此互联互通 彼此做生意 合作共赢啊 你去我那投资 我去你那投资 你到我这里赚钱 我到你那赚钱 反正欧盟的市场跟中国市场 目前看规模差不多大 那中国呢 人口更多啊 中国未来成长性可能会更好啊 等等吧 总归呢 你需要我的什么东西 我需要你的什么东西 大家相互换啊 实现一个共赢 对吧 但是呢 中国目前要做的呢 也也也不会去 好像这个啊 痴心到说 哎 你你就站队到我这里来 对吧 处处反对美国 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 中国要做到的就是欧盟 你千万呢 不要站到美国那一队 处处反对中国 对吧 我觉得只要保持一种客观中立 就OK了啊 基本上呢 在地缘政治上呢 我认为或者叫大战略上 我认为中国呢 就取得了一定的这个目的 那么 呃 欧盟呢 他现在已经选择了 要走自己的路 所谓走自己的路就是说 处处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了 对吧 不会轻易的去 呃 这个跟着美国跑了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呢 一个没有美国干预的道路 那么在美国优先的政策主导之下呢 特朗普不断的啊 通过关税 要求欧盟各国提高军费开支等等方式 像欧盟呢 来 我们可以叫做呢 敲竹杠 对吧 那么原来慷慨大方的美国也不在了 那么欧盟开始明白 今天的世界已经悄然的改变 美国不再是原来的美国 欧盟呢 也要成为新的 不依赖美国的欧盟 所以向法国一度要求建立欧洲联军 那么以摆脱 欧盟对于美国主导的 北约的这个军事安全的依赖 德国也表示呢 欧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 要进行新的调整 欧盟呢 这个需要更加的关注自身的利益 具有更多的独立性 总之呢 在特朗普的催促之下 欧盟开始积极的摆脱美国的影响 也尝试创造自己主导的世界新格局 那么美国之外的世界上 最重要的国家是谁呢 当然答案是不言而喻 那就是中国 2020年 中国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显然呢 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是符合欧盟的这个战略选择 讲白了就是符合欧盟的利益了 那么中欧之间没有战略矛盾 只有战略这个互利 且不久的将来呢 中国将会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当然最近我们看到 日本的经济研究中心啊 包括德国的 包括英国的一些智囊 智库 他们所出具的相关的分析报道 认为呢 报告认为呢 2018年啊 中国呢 有望在GDP上超过美国 但是这一点呢 中国人呢 脑子也是清楚的 对吧 那么当然了 我们看到环球时报的社论 直接就把它定性成 叫做捧杀 对吧 你不要给我 中国呢 还是要在越是在这样的时候 越是要谦虚谨慎 不交不躁 你说 早几年晚几年 有那么重要吗 是不是 我们做好脱贫 老百姓的日子过好 把教育搞搞好 把医疗搞搞好 把工业基础打打好 把那些卡脖子的这个技术呢 好好研究研究 基础教育 基础科研的投入要提高 对吧 那么养老做好 反正等等等等吧 那么做好这些事情是最重要的 对吧 不图虚名 但图这个实在 实际 那所以呢 管它是什么时候 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那反正呢 这个所谓的传道桥头自然值 那只要自己发展的好 那这一天迟早回到来 早几天晚几天 也并不那么重要 我们看到呢 中国当然未来是有希望成为 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这个呢 也是客观的事实 而且呢 会是这个第一大消费市场 所以呢 我想这些分析和报告呢 它也倒不是为了糊弄中国 它就是客观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存在 那么所以在欧盟的市场上 它的欧盟的这个 这个判断里面呢 它就会认为到 那么一定呢 要去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这一点呢 是完全符合欧盟的根本利益 未来的世界经济的三角呢 其实就是中国 美国和欧盟 同样 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主导者 那么就是有这三角 他们之间的互动啊 这个这个 反正呢 彼此之间的 有有合作 也有不合作的地方 反正在那里呢 去最后呢 形成一个局面 那么欧盟呢 要摆脱对美国的政治军事的依赖 真正实现独立的自主发展 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 是最容易达到目标的这样一个捷径 欧盟明白 有好的中国关系 是欧盟向美国要价的一个重要筹码 在中美之间 横这个纵横 对吧 去谈利益 那么欧盟呢 会赢得最丰富的现实利益 可以说呢 正是特朗普四年来的折腾 让中欧感觉到了彼此的重要 彼此的需要 中国需要欧盟 欧盟也需要中国 所以呢 双方很默契的抓住了美国权力交接的空窗期 那么合理避开了美国的干扰 也加快了从2014年就开始的谈判的步伐 终于在2020年底完成影响深远的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 虽然拜登很不高兴 但这就是现实 人类世界的发展不会再任由美国随意摆布 如中国领导人所说 中欧投资协定将有力的拉动后疫情时期 世界的经济复苏 来促进全球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便利化 来增强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信心 为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做出中欧两大市场的重要贡献 目中意义上说呢 特朗普也从反方向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虽然这并不符合他最初的本意 但是对于中欧投资协定的谈成 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 可以说呢 这个打翻了促谈字 对吧 那么酸的是不行 那么西方媒体认为呢 这个协定的谈成呢 中国获得了重大的地缘政治的胜利 那么英国的路透社报道就谈到 协定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才能够正式的生效 因为这个协定呢 这个谈好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呢 还要经过欧洲议会的批准 那么欧洲的各个国家可能也是要批准 等等吧 那么就相关的法律程序 在中国也是一样 这个呢 都正常 包括RCEP的协定 它也需要各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最终的一个批准才能生效 但是呢 这个都是很严肃的事情 那走到今天这一步了 我想这个各种 这中间的利益的权衡呢 也早已非常清楚 那么未来这个协定的批准生效呢 我想呢 也只是一个走流程的这样一个事情了 那么这项协定呢 使得欧洲在一定程度上 与美国处在一种平等的地位 美国已经与中国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我们看到啊 纽约时报12月31日的报道就说呢 这个协定的谈谈成 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胜利 由于外界对中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批评 那么中国呢 现在处在一种纽约时报的说法啊 处在一种越来越孤立的状态 虽然呢 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 那么报道指出呢 但是这一具具有这个里程碑意义的协定 在欧洲和华盛顿都面临着政治反对 可能让他呢 最终失败 这也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判断 那我也不这么看啊 那么这个表明呢 与一个既是经济对手又是利润丰厚市场的 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打交道的难度 讲白了还是我前面说的 对吧 醋毯子打翻了 就这个讲白了就是说一些 这个酸溜溜的话吧 那么欧洲议会当中 这个纽约时报认为 有一大派反对这项协定 理由是他阻止了 怎么怎么着 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那么当然这个协定呢 的确是需要欧洲议会的批准才能够生效 那么此外呢 美国后容总统拜登的一名高级助手呢 也已经释放了信号 表示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 也对这个协定呢 不满意 那么我们看到了金融时报 在12月31号呢 也有对这个消息呢 进行报道和评论 谈到呢 这个欧盟与中国宣布达成 一项人们等待已久的投资协定 那么此举呢 旨在为企业打开利润丰厚的新的机会 但是呢 确实有可能会惹恼 即将上任的这个拜登领导的新政府 后者呢 已经强调了 有必要通过跨大西洋合作 向北京方面施压 我们看到金融时报呢 那么他当然了 英国呢 已经脱欧了 对吧 本来如果英国在欧盟内部呢 那么中国和欧盟谈的这个协定呢 对于英国来说 他正好也可以搭着这个顺分车 就到了中国 可以在很多个行业来进行投资 那么也就相当于说 他就是欧盟的一部分嘛 但可是呢 现在英国已经脱欧 所以中欧这个投资协定谈成之后呢 对于英国来说 他看到了这个果实 被他旁边的这么多欧盟的国家 27个国家呢 吃到了 可是他没有吃到 那么同样的就像美国的纽约时报一样 也是酸溜溜的 对吧 但是呢 我想英国呢 现在包括英国新任的诸华大使 那也是呢 这个到了武汉呀 或者是呢 也在自己在微博上发一发短视频 也在谈一谈 跟中国英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所这些 那么英国呢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 那么英国现在脱欧之后 他最重要的事情呢 是要和中国呀 包括美国呀 等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呢 经济大国呢 要去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那么这个对于中国呢 是非常 对于英国呢 非常重要 所以接下来呢 英国的话 那么香港的事情 已经会被 一定会被他放到一边去了 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去搞定和中国的关系 那么华为会不会在英国重启 重新启动等等 那么这个当然是后续 所以需要去观察的 就我个人的看法来说呢 英国为了他自己的国家利益呢 我想包括华为 包括其他一些事情上面呢 他会重新调整他的路线 重新呢 回到和这个中英关系的 一个长轨上来 同时呢 我们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是非常挺 美国的共和党的 就是这个 这个特朗普 这个所在的政党 那么他在12月31号呢 有一个报道 报道当中就提到呢 那么这份协议获得了 所有27个欧盟国家领导人的支持 但是仍然需要 这些国家政府的正式批准 以及欧洲议会的投票批准 那么这些欧洲官员还称呢 这个协定提供了好处 与美国与中国签署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获得的好处类似 那么中美之间的这项贸易协议呢 是2020年初的时候生效的 报道称呢 美欧对于该协定的 持批评意见的人士表示 即使该协议能够给欧盟 带来短期的商业利益 但却会将欧盟的经济 与中国经济更为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并可能呢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努力制衡中国之际 帮助这个日渐走上这个不同道路的国家 增强经济实力 美国官员还表示了 对这样一种情况的担忧 认为这个协定呢 将有助于中国政府 对吧 这个 怎么来着 转移来自外部的敦促其改革政府驱动型经济模式的压力 等等等等 当然了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呢 对中国呢 一直处在这个一直呢 是持有一种这个批评的啊 那哈 所以呢 看到这样的一个分析和报道呢 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 无论是欧洲的 无论是美国的媒体 纽约时报也好 华尔街日报也好 或者是呢 英国的媒体 其实呢 就看到了中欧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一次的啊达成呢 多少呢 是有点酸溜溜的啊 就说几句这个不痛不痒的话 反正旁边呢 讲一讲啊 总觉得呢 这个我想呢 是反映出他们的一种焦虑 甚至说呢 一种失落吧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啊 这个咨询公司 对吧 这个荣鼎集团的中欧关系的专家 巴金说呢 尽管官员们做出了各种表态 但是这个协定呢 依然代表着跨大西洋合作 在北京问题上的一次重大失败 也就意味着啊 欧盟和美国不同调啊 各忙各的 他在上周的一个报告当中 当中表示呢 防止这个这样的跨大西洋阵线 一直是中国领导层的首要任务 那么这很可能呢 是最后一在最后一刻进行干预 以达成协议 以及北京坚持要在拜登上任前迅速达成协议的原因等等 不过呢 在这里我必须要说啊 这个美国呢 仍旧是当今世界的最强大的这个国家啊 所以呢中国美国欧盟的这个三角关系呢 今后还是有很多的好戏 有的演有的看 从2020年呢到2021年 那么一定呢会有非常多的全球战略大格局的变化 也很值得观察 那么我今天呢看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的跨年致辞 她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领导人 2021年她就要离开德国的领导人的位置上 位置了 那么另外呢 她好像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曾经有几次呢 在出访的时候呢 公开场合好像这个手啊 身体一直在发抖 那么啊 所以呢 她已经做了德国领导人15年的时间 那么即将退休的时刻 坦白讲她在任上所做的事情呢 也的确呢 让人非常尊敬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来用默克尔女士 她的新年致辞来做这样一个今天节目的结尾 那她在致辞当中强调呢 在我们从未如此满怀希望的期待新的一年 尽管我们有种担忧和怀疑 其实她在说2020年 反正所有人都知道 2020年庚子年 的确呢 对各国来说 新冠疫情的影响都很糟糕 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地时间30日 向全国发表了新的新年致辞的时候 谈到呢 2020年是她就任总理15年以来最艰难的一年 但是新冠疫苗开始接种 让2021年充满的希望 她说呢 我想我所说的话并没有夸张 在过去的15年里 我们从未感到旧的一年如此的沉重 那么我们从未如此满怀希望的期待新的一年 尽管我们有种种的担忧和怀疑 报道提到呢 默克尔在讲话中 情绪激动的谴责了反对分成的抗议游行 并批评了关于新冠的这种这个阴谋论 他说到呢 阴谋论不光是错误和危险的 他们还是自私和残酷的 那么他还表示当这个 当轮到自己 当如果轮到自己接种疫苗的新冠疫苗的时候呢 他就会去接种 报道还提到呢 默克尔发表至此之际呢 德国的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正在上升 大部分人都支持分成的措施 而且支持将疫苗作为对抗病毒的最佳武器 那么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呢 截至北京时间12月31日 这个上午10时22分呢 德国已有将近172万新冠确诊病例 和超过3万的这个死亡病例 那么据此前报道 德国于27日正式启动了新冠疫苗的大规模接种 80岁以上的老年人 养老和护理机构人员 一线的医护人员将优先接种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66岁的默克尔在致辞 莫伟重申自己不再继续参选的这样一个决定 因此呢 他谈到呢 今天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发表新年致辞 那么我想呢 默克尔女士呢 离去对于对于世界而言 对于德国而言呢 因为这个伟大的领导人呢 就离开了 不是离开了我们 就看起来好像是趋势一样 就是说就离开了她的领导人呢 位置上吧 那么未来呢 这个莫大妈 很多人喊她大妈 但是呢 就是说 可能不太经常能够看到她了 但不管怎样吧 她在任的15年呢 在欧盟 她这个花了很大的力气 那么在欧盟呢 走到了 在美国处在一种混乱局面之下呢 欧盟坚持了很多的 很好的原则 比如说应对气候变化 它是非常的走在很前面的 那么同时呢 德国一直在发展她的绿能的产业 同时德国呢 在包括接收 这个非常多的叙利亚的难民 虽然遭致了国内的这个批评啊 或者是社会治安事件等等 但是呢 却解决了这么多难民的 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我想这个对于 对于很多人呢 也是纪念啊 这个不舍默克尔女士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未来呢 这个可能她就离开政坛了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 她能够这个身体健康 对吧 我们希望呢 以后还能有机会 看到她的演讲啊 看到她的智慧 那么对于今天的 我们讨论的美欧贸易争端也罢 或者是呢 中中欧之间的投资协定也罢 不管怎样呢 对于今天这个话题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 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